反而是艾希跟布朗姆一左一右的這樣夾過來 所以最後的團戰 還是WPG贏了 因為這裡其實 這個NAR有點白給啦 就是 除非他們判斷就是 小虎下來的時候 NAR還能活著 但他在沒有怒的情況下 他沒有扛住 這個大絕轉的其實也不是到很理想 但你看到嘎拉的位置 他完全過不來 所以雖然先收掉一個 但後面的團戰 基本上還是一個 只在艾希跟布朗姆加入之後 左邊的鐘也沒 續航能力了 這個團戰還是能夠收下 深陷險地啊 後面擋得很好 但最後是 走過頭了 哎呀 人生就像十字路口 走左走右差很多 就只是一屆 一屆之間的選擇 就只是一個選擇 對 選擇轉不轉 選擇對不對 哎呀 這波好虧喔 原本抓邊抓得好好的 把自己玩爆啦 這對局 一打完 小虎不知道幾顆頭 402咧 怎麼 面色鐵青咧 NG這團戰打完 就算下路的塔 是取下了 但球女已經擋不住了 水滴 疊完 11等 對方只有一波 他這裡很穩的 就是 刺天使 然後 面具 他如果再穩一點 再買個金人 他真的不會死 是 這時間 LNG的傷害 如果又不夠 直接秒掉球女 持續傷害的差距 在接下來就會 非常非常的明顯 而對面又有反手打的能力 就是 LNG一波 沒有將對面的人 打成人數 少數的情況下 其後續的持續交戰 LNG是沒有什麼 太好的算算 其實剛剛也是有打數人數差 可是位置就不好 然後 第一時間的溝通 也沒有做到很好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越 其實 嘎拉一起交過來 他R過來 直接 打順傷也OK 那就是 可能一開始位置就被卡住了 好 那這樣子會變成 WBG 他又可以慢慢夾 反正拖到後面 這個球女一定是 會比阿里有用的 冒凱也一定會比 H有用 因為H現在已經失去了 進場能力了 這局面 LNG 很想要在紅色方 又面臨這麼巨大的問題 而且 畢竟是一頭牛 這牛在做視野 風險還是比較高的 別位移啊 被布朗姆 黏一個Q可能就要掉 大絕了吧 對方 AD又是艾西 然後現在兩條邊 好像也不太能抓耶 看H要不要嘗試看看 想動手的 H 來了 到位了 下面沒塔的 PREASE有沒有感受到 有有有 這邊 天黑了 機率性打好就好啦 這裡不能被抓 等那個小龍 出了之後 再來打團就好了 反正是LNG此時無事可做 只能刷野打發育 cover一下上半步 然後BG現在策劃起來 人員中路先推往上 夾個上外塔 不可以打就會拿到 等GALA11等吧 兩等大之後再利用凱撒抓邊 這個應該配H 還是在邊線能夠找點機會了 如果能把小虎抓死 LNG看起來才有一些藍圖可以打 但正常來說 WPG應該手邊的視野都會在小虎身上 應該是不會管娜的那條線的 所以我對於呼吸來說 只能靠直接E4來去處理 所以小虎基本都是讓線的 他一定有權去推線 但他還是打得比較安全 如果真的呼吸被抓 其實我覺得WPG就是 因為要抓的話 凱撒可能要到 那WPG是把中線推完之後 他們可以選擇壓中塔 或者直接轉上去 到小虎的那條線 然後再去壓邊線的塔 就其實就會變成一個交換而已 是 對 所以對WPG真的 娜娜被抓 他的整體影響性也不一定會被擴到很大 他要用大絕斷 下面有個TP要來包抄 自己趕在下路被打出閃現了 上面位置航走了過來 但沒想到自己的狀態掉很多 堅定一隻扛住了傷害 但還是吃掉了大量 CC掉了一半的血量 左邊位置包抄過來 中方打野交戰一手後 他只先給一個大絕 左邊位置航被留了下來 他最終沒有脫離這個位置 其實他一直有閃 他有閃耶 他有閃有大 我剛才想小虎子大轉他會有點浪費 但好像殺掉就沒差了耶 而且塔拿到龍友了 基本上對面只能用思考特上路去發 還可以撞中塔耶 他們丟遇四折了耶 怎麼又抓到了 閃現野區 吃個山狼發生慘案 微微閃現噴掉 中路塔也掉 另外一邊只能讓思考特繼續發育 好像有機會在撞嗎 開車去找小龍了 開車去吃小龍 這一波 這一波 轉彎 給他 撞一下 哎呦 他可能要看一下 上班了 還要打 還要打 要打 阿里到 球女的大 8秒喔 所以其實WG可以跟你拉扯一下了 但對面想先抓Zekka Zekka是落單的 被狂叫猛擊推到了強壽 吃了大量的CZ反擊風暴 雖然轉彈跳過去的時候 已經沒有反擊風暴 被打死了 左邊位置吃龍看來只能Rush 就吃下了小龍 得趕緊地推出 航指示的閃現交了出來過牆逃走 只拿一條龍 假盾 有輕鬆加速QG的想打 搭上冰箭騙出了護盾 威威賊賊賺了 吃到了 冰箭 這是心理戰嗎 威威知道跑不掉只能回頭打一下 被對面 對面的他整綁住後 人頭還是落在了小虎手中 哇 那這樣整體打下來 這波WPG很賺耶 雖然他們掉了這個龍 可是 對面現在很難湊擊四條 他們一直不斷地在補經濟 現在的裝備落差已經整個拉出來了 這裡後面還要打喔 TP下來 是抓球女沒有 沒大 大絕的時間差嗎 但其實剛看秒數大概就10秒之內 但關鍵是賈克斯這個側切是直接被逮到了 因為LNG最理想的畫面應該是把這個龍接手之後 這個賈克斯可以在側邊跟阿里在側邊 互相給WPG的後排壓力 但突然有一篇瞬間被抓掉的情況下 WPG就直接往前打就好了 哇這一波 沒想到被騙盾阿 這個大絕很準耶 這個縫隙他其實也很難走 哇這波這個小谷有點無敵了耶 將軍603 將軍 如何指示 而且他還補一個 他還補一個 這個耶 小驚人阿 哇 護腕套出來了 他這樣死不了了耶 絕對安全 這個對局 NG 這陣型最大的危險就是 衝過去一套秒不了人 而對面因為太肥了 基本上是爭死不了 一個人是有布朗姆保護 而球女也有自身保護的能力 這個對局現在 轉手圍攻兵線嘗試 想看一下思考的 會不會走位 出問題 其中是小虎 利用自己的脈衝 來換掉了對手的飛行 現在就是完全把視野 坐在小虎這邊就好了 他現在看到球 那個阿里 就是QR QW一套那個阿里 完全不能對線 這場打到PG 打出了三上比賽 最大的壓制能力 三千度快 打到這裡我覺得要QR跳出來了 因為現在賈克斯的發育不夠好 真的要 要能反打 要看這個凱撒能奪秀了 你是有針對嗎 就是整場比賽現在打到20分鐘 他0-0-0 你是覺得他完全沒跳出來嗎 你在針對嗎 你在信任他 其他人跳不出來只能靠他啦 凱撒人助力阿 TP 但是有要打嗎 此時TP下 要抓人只剩前方 牛的位置不做牛的位置 要抓的會是Light 可以 打到後面出去的嘎啦要殺Light 會死嗎 一滴一滴有了 架了一下盾但沒想到救不了這家AD 劉青松也沒留在前面 在跳起來的時候大絕沒放水就死了 這波下路雙人主導 必須雙雙倒地MG 就在巴龍附近 該如何做選擇 可以吃然後B團啦 可以吃可以吃 很痛 秋尼有大囉 秋尼有大囉 這裡倒數準備結束 那也可以拉掉啦 在這裡跳就是找機會開戰嗎 是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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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把對面人給勸推 就說要靠凱莎 喔 但其實在吃 很騙欸很騙欸 以為走了 但思考他回頭 其實隊友是在吃巴龍的 這一波打過BG 並沒有意識到 甚至小虎都選擇了Record 只是他能感受到 對面確實是在吃 沒閃進不去啊 小虎捕了面具 再次TP趕到 巴龍吃的速度 已經準備見底 1983 LNG吃下巴龍 後面行 選擇賣掉自己 巴龍是可以落入LNG的手裡 遠方冰天有中嗎 看起來是沒有中 沒有沒有 那這樣子就可以打BG 再找團打架的好機會 剛剛看到的 大家應該 如果是玩AD的 那個 顏色的面容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啦 這個版本的AD 就 都是一樣的顏色 就很痛苦喔 對啦 對啦 要死我要死啦 好 那就 邊線 看一下阿里什麼裝備了 有辦法幹 不行 打不過 但沒事 有EH跟凱撒 現在 這個凱撒 把線清完 開始給變線壓力 這就是LNG這個陣容 能夠 玩出來的畫面 唯一的救命道場 凱撒藍 正面打團還是有點難打 因為小虎還是有點肥 他這麼回去可能有驚人耶 C04 他回去什麼都沒買 有時候 有時候 就也沒辦法還是被回家 什麼都沒買 還是 跟隊友抓一個節奏 也沒有 也沒有 團戰打 那應該也不會喝水 那這波就是右邊的機會 因為他並沒有把他領先的錢 換成裝備 這裡WPG要夾一下 剛剛優勢很大 現在要換他們夾了 想抓邊 這邊 就等物件吧 但右邊有凱撒的情況下 吃物件是 還行 速度還行 而且他又有夜取關燈 所以對方要探這個草莓那麼容易 不錯 所以現在就慢慢帶邊 賈克斯也可以再發育一下 他也快三件了 所以現在 人群也先拖一下 另外一邊 小虎看起來錢就真的差那麼一點 對他感覺就 不知道身上多少錢 704 應該是大幅等級 但不知道他出這個 驚人 傷害會不會不夠 因為通常第三件會 比較理想是直接出 法穿棒 對 就是你至少有個穿透 但他買驚人就是他至少有 身上有兩件都是拿來保命的 那他是對上最需要打持續輸出的人 怕傷害不夠 你一波OIN不到對方 那對方就有很多的 充進來的機會 是 但還是得出啊 出錢 他回去之後一根大魔棒 這麼窮 哎呀 不發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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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謝謝 謝謝 我們 沒錯 謝謝